同学们好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 Purchases and Proibers 就是在学习今天的内容之前 请您务必啊 去把那个Sales 从头到尾都看一遍 当然呢最好您背下来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今天在讲的时候 那就是根据您对Sales的记忆 咱们多退少补 对吧 就像我们说这个新购税 都是一种福利 那么今天就没有什么surprise 所以说往往是对照记忆更有效 那因此呢 你这个课前的功课 你一定要做 我们讲授的方法还是怎么着呢 就把所有啊 我们这个Texbook上面 跟这个Purchases Pibers相关的章节捏一块 因为考试 它也是这么考的 给您一个cycle 问问您什么呢 问问您Texbook and Tools 然后再挑个账户啊 比如说Pibble 问您一下什么呢 substantive procedures 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啊 要给您重点学习的内容啊 我们要讲授的还是这些基本项 不过呀 control objectives 控制目标 哎不好意思 今天选的这些T里面没有 那您可能会问老师 那怎么背呢 哎 讲sales的时候 我们把这目标 怎么能编出来这个事啊 基本就跟您说完了 您耳还没听透啊 咱没关系啊 您可以看这个 当我们讲控制活动时的implication啊 就是这样的控制 deficiency 缺陷会带来什么后果 然后您一蒙啊 我的这些控制 就是为了to ensure 不发生这些糟糕的事 哎 这个控制目标 您基本也就编出来了啊 另外我们控制目标 不是跟您说过几个特别关键的词吗 是吧 completely accurately timely 对吧 再加上valid 这样的词呢 基本就够了啊 那么在讲这个control activities 控制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啊 其实啊 这个purchases 它就算给您这个scenario啊 案例的描述特别少 可是您要脑补的内容 确实非常多啊 那我们今天这个选择的这个真题啊 其实把tests of controls 哎 它讲得很清楚 那么今天呢 接着这个题 其实这个地方 您可以刷新一下您的记忆啊 substantive presages啊 没有什么太出奇 但是我们会借助这个cycle的一个独特的凭证来跟你说 怎么独特呢 就是sales里都没怎么说这个事儿 但是特别重要对于它 甚至它的重要性超过confirmation 对于我们这个purchases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monthly superline statement 具体怎么重要 哎 我们马上给您分解哈 那学习的技巧还是这样啊 比如说不管您的控制啊 还是实质性程序 您总得知道 我这个cycle里发生了什么 而所谓发生了什么 往往都会留有记录 而所谓留有记录 就是我们讲这些啊 当然这些内容的话呢 我们在讲sales的时候都讲过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简单的给大家再穿一下啊 同时呢 也是对照的sales啊 您再看一眼 第一个purchase requisition啊 请购单 这就是说你想买 但是想买不一定领导批 哎 这领导是谁呢 哎 就是你这部门的head啊 不用特别高啊 就部门head就行了 好了 那你想买领导 为什么不让你买啊 领导说了 哎呦 我来查查你这个要买这个inventory吧 比如说啊 咱看库存啊 不管是记录是吧 或者实物 哎呦 一发现呢 去年双十一买的 您今年双十一的时候 还没用了呢 还能再够用半年的算 领导说 哎 咱不采购了 那还有什么情况 领导说 哎呦 你要买的东西啊 其实有替代给呢 你不一定看着打折 就要剁手 对吗 哎 三券两券 哎 这钱就没发得去 是吧 但是如果真的需要 那领导一定会说 p了 那我们会注意啊 包括是在讲sales 这些cycle的时候 只要是从一个动作 到下一个动作 必然会有一个环节 或者说 一种控制活动 就叫 对 authorization 授权 那怎么表明说 哎呦 这授权 这是一个控制活动吧 对啊 您做了呢 哎 授权 不就是签字吗 所以签字就是一个 这个控制活动 authorization 它做过的 evidence 痕迹 或者说是证据啊 好 那 就是requisition 请购啊 准了之后 哎呦 这个感觉上就好像说 我们这个sales 循环的什么呢 customer的啊 就是说你想去买 是吧 您加了购物车 您这个秒杀的时候 你也抢上单了 是吧 哎 可是马云说 我不想卖你 为什么马云说 不想卖你呢 哎 您就想着啊 requisition 你想请购的时候 领导也不一定让你买 现在你想买的时候 马云不一定卖 因为马云查了 哎呦 没有货 inventary不够 或者马云查了 说过去你在这儿 给我买 在我这儿买东西的时候 你在我这儿收购啊 我过去给你收购 哎呦 你这credit也忒差了 对吧 脑不还啊 所以credit history一查 不行 或者credit limit 你在我这儿信用啊 已经用光了 好 那么这种是很像的啊 purchase requisition 和我们的custom orders 都是那种 有意愿 然后等待提准 接下来说 行 准了之后 我们看到purchase orders 这purchase orders 您看呢 它都变成order了 什么意思啊 真的要去买 您可能特别享受 那买买买的过程 也有人研究表明说 买买买 其实很减压 但是不好意思 你提出请购 申请的这个人 你真没机会去下单 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部门 叫purchase department 是吧 很多女同学都对这个部门 特别神往 对吧 哎呦 这部门好 天天就干买买买 对吧 这个部门说 哎呦 我要下了这单的话 那就是明确了 我要跟谁买 可是你跟谁买了 你放眼望去 是吧 哎呦 市面上那么多的sip lawyers 你买谁不买谁 这个时候 你有调动起自己常年啊 在淘宝上积累的经验啊 哎呦 我得先看店家啊 店家看什么呢 你想起来的 那个店铺评论上的时候 有那么多项对吗 有什么这个发货速度 对 这速度很重要 您总不期待着说 哎呦 双十二订的 这1月1号还没到 是吧 哎 所以发货速度 这肯定的了 再接着还有呢 就是quality啊 就是我们这个产品 它的质量 那质不佳 最后买回来 保不起把您的生产线 都给弄坏了呢 更别说这产生产出的次品 让我们在销售的时候 那customer 叫lots of customer in goodwill啊 对 所以quality 您也care 但是还有一个 就是您平时可能没觉得 这些事 但实际上是第一件大事 就是所有您去筛东西的时候 他都一定有这种选项 叫按价格排序嘛 对吧 所以price也是考虑因素 那有的题目就会问 哎呦 我选supplier的时候 怎么选呢 说谁delivery speed快 我就选谁 对不起 这个三个当中 任何一个都不能成为 唯一的benchmark 对吧 你不能说 哎呦 就是质量好 我就买它 多贵我都砸 这也不成啊 所以一定是三个 在一起综合比较的结果 但是你有时候回想一下 自己这一天的时间 可能又怎么没背多少 这个AA的题 大部分时间 一回想都在买买买吧 哎买买买 为什么那么浪费时间呢 因为你每次都要比比比嘛 后来想算了 我干脆就看好几个商家 然后呢 我就加购对吧 我一般就关注这几个店铺 这样省时间 对 我们的这个公司啊 我们的entity 它也是这么做的 它可不是每次都去再 再看一遍 我跟谁买 对吗 它就定好了 从三个标准 就像刚才说的三个标准 我定下来一些supplier 就从这几个供应商来买 您听这 这就有点像什么呢 政府采购 是一个道理 都是有指定供应商 我们这采购的时候 为了避免啊 您经常要这三个比比比 您就定下来说指定供应商 您把这供应商列个表 就叫什么呢 supplier list 供应商列表 对吧 但是我们说呀 这供应商列表 也不是说一次进到 您的supplier list 有终身啊 您就值在它这买 您特忠诚 不是 您也要经常update 对吧 annually至少您看看 哎呦 这供应商是吧 它这速度还好吗 又产品的质量 是不是还ok呢 对吧 价格现在是不是还那么 让我觉得 就性价比高了 等等啊 就您还是要review的 所以supplier list 全称叫 approved supplier list 就让您想起来 我们在sales的时候 说的另外一个list 叫什么呢 price list 价目表 同理 前面也加个词 对了 approved price list 不过那价目表啊 因为呢 它其实有的时候 是跟这customer 它挂钩了 对吧 一人一价嘛 所以呀 它会有一个叫 customer masterful 其实也是能够起到 价目表啊 这种对应价格的功能啊 那我们还是回来说 这个approved supply list 好了 作为pitch department啊 你去从这个supplier当中选了 选完之后 你就根据实际需要的量 你就下单了 这pitch order就成了 这order成了之后啊 它就出去了 出于到哪了 到马云这儿 哎呦 马云一看 有人要买我啊 customer order来了 哎呦 我卖你还是不卖呢 好吧 我查了一下有货 我有查了一下信用 又不错 好吧 卖你 就有了一个sales order 然后马云那儿 又您就看他装车了 是吧 您就看到他发货了 您看到都有订单号了 然后您就再查 又这订单距离 您还有多少米 那其实您会发现 在我们这个pitch cycle的时候啊 故事情节相对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您这pitch order 一发出去 您剩下的时间 大部分都在这个查查查 等等等 对吗 您当您等到什么 说快递给你打电话 约着门口楼下 见的时候 哎 这个时候就准备 要进行下一个单子了 为什么说叫准备呢 啊 是因为啊 您不一定说就收货 对吧 您有可能就退货 那么这就是说 这里面一定有一个 确认的过程 这个grn 是您确认之后的 一个结果 一个凭证 好了 又确认 又确认什么呢 您回想起来了 您每次拎把刀开箱的时候 是吧 您带着满心的欢喜 您说 我订了一双小白鞋 又打开一看 怎么变成小黑鞋 对吗 哦 这个是什么错了呢 predact description 您说 哎呦 我满心欢喜 对吧 我订了一双情 我订的是情侣鞋 对吗 两双 结果发现 哎 只来了一双 这什么意思 又是不是预示了 我这个关系 未来没有一个 什么好的进展呢 哎 您这什么不对的 那叫 concity 量不对了 对吧 那么我们说 哎呦 您订了一双小白鞋 您定了刀 哎 还是这个桥段 是吧 您开了盖之后 又是双小白鞋 哎 也是您订的数量 可是就都是左脚 对吗 这叫什么呢 damaged good 这商品 它是有残疾的 不管是因为 怎么着 是发货的残疾 是吧 好了 您会发现 只有您确认说 就是您要的那一双啊 就情侣鞋 小白的啊 左脚配右脚的 OK 那您才能有这个之一 这个就是对于货来说的 为什么说 这个循环 您简单的 您想 您连开票的环节 都省了 因为您是收到发票 哎 我们的invoice 是收到发票 对吧 好了 那我们知道 在sales那个循环里呢 您在这个过程呢 是GDN 您是发货 同样嘛 发货和收货 要确认的是一样的 你也可能说 哎呦 下单太匿急 我实在忘了 我买什么了 那您就对照purchase order 打开手机 查找订单 对吗 那么同样道理 GDN 您说啊 您你厂的 天天发那么些个货 怎么能发不错呢 发货之前 也是一定是要确认 跟那个sales order 是一致嘛 所以您会发现 天哪 它们都像 只是字不一样 这两个循环 对吧 好了 这个呢 是您收到的 叫做supplies invoice 就是购用商给您的列表 或者叫patches invoice 采购发票 那这发票打哪来呀 还不是那supplier 人家编的吗 所以呢 您也知道 sales那个循环 您一旦发货 就可以准备开票 在采购这个循环 哎 一方面等货 一方面等票 这话怎么讲呢 哎 是因为呀 有的时候 这货跟票一起来 有的时候 这个货 嗯 还没到 票先到 有的时候 货到了 嗯 票没到 anyway 就两个人 没有在一起嘛 对吧 在一起的事 咱不说了 那个简单 对吗 又您发现 又这个箱子里 是吧 除了有货 之外 还有票 就是几次的发票 或者说 哎呦 当您接到这快递的电话的时候 那个电子发票 哎 也已经到手了 这个同期的咱都甭说了 对吧 因为您知道啊 没这些东西 您下面没法做账 前面 我们说sales的时候 那个sales 它的这个 ledger啊 或者说 这个accounts receivable 的这些ledger 那不都是根据前面 什么sales order GDN invoice做账吗 对吧 您这儿 impayable purchase ledger 你也不是要根据 invoice GN PO做账 一模一样 一点都不差 但现在就差在哪呢 说如果货来了 票没到 我怎么做账呢 哎 您可以选择 暂孤入账 我猜一下 我大约母 根据我过往的经历啊 比如说purchase old 我去约一下 哎 暂孤入账 您就等呗 等那evols来 哎呦 树不一样 您再调啊 就有这么一个特殊情况 那您说 哎呦 我要票到了 货都没到 你说我这怎么入账呢 那就不入账了 不见兔子 不瞎音 是吧 货没到 您就要给人钱啊 这个有问题啊 好了 所以刚才我们就说了 在一起是什么情况 货先到 票都没到 有什么情况啊 好了 基本就一模一样 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也有采购呀 还有这个销售啊 是吧 咱们就不说了 这就是要跟您隆重推出的 这个循环是独特的啊 无一无二的 Monthly Supply Statement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销售循环的时候 您发过一个Monthly Customer Statement 那什么意思 又告诉那个Customer 是吧 我跟你有这些往来哈 你对的数哈 我不是为了催你还钱哈 而在这儿呢 我们会收到一个来自供应商的 这个呃 对账单啊 其实就这个嘛 在Sales Cycle 你管它叫Monthly Custom Statement 转过来哈 我们说如果您是那Customer 您收到这东西 那就是Monthly Supply Statement 这东西特别重要 第一 它是外部中 您说了外部政治怎么着呀 诶 可靠 而且你说这个 A Supply Statement 它一般来说都不会 不太容易出现一种错误 就是人家少给你要钱 就好比说啊 这Monthly Customer Statement 它不太容易出现说呢 诶 我这个开了发飘了 我已经把货给你了 是吧 我还不给你要钱 这情况也是少的 所以啊 一般来说 Monthly Supply Statement 往往能够证明 您这个Account Payable的账啊 到底有没有问题 尤其是您的账 有没有漏迹啊 好 那您说 有没有可能真是 这个Supply了啊 就忘了跟我要钱 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 是吧 就发现了 您这个时候 您这个Counts Payable 我们自己写了是吧 您写多了啊 当然就是小概率事件啊 我们说常见的 主要是用来查找 您没记 Supply要 请你记好的事儿啊 下面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Control activities and test controls 那我们还是这个原则 您呢 在背题的时候 就挑一道特别全的啊 不一定最新啊 全才是最重要 当然任何一道题 它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点都考到 言外之意 您还得挑两道比较全的 哎 这么一对 您发现 哎呦 考点不外乎一次啊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这道题啊 在看题的时候 老师交代过 说得分清楚 说Colline叫啥名啊 Accounting Fund叫啥名 如果同事出现的话 怎么区分呢 哎呦 你找到有一个叫CEO 对吧 如果这前面带一个end 那是谁呢 Accounting Fund 就我们自己 如果没有 那就是谁啊 就是Clined 好了 我们看一下啊 Your firm has audited C 哎呦 这C公司是干嘛呢 Publishing 哎呦 出版商是吧 For number of years And as such Audio documentation is available From the previous years file 好了 这句话就是告诉你 说实在的 我们有资料 那言外之意 只要没啥变化 过去那资料 您就能用 所以看到这儿呢 其实您可以脑补出来啊 真有这么一道题 问您说 我要获得有关被审计单位的信息 有哪些途径 或者是source 这其中就讲的是最常见的一种 看过去 过去什么呀 过去财报 对吧 看过去什么呀 过去的这个Audit Documentation啊 那么他说了 哎呦 其中就包括我对这个内科 控的这些了解 那您猜都能猜到啊 下面肯定问您 有关控制的Depficiency 一系列的问题啊 Under detailed purchases and payable system knows 这话就说清楚了 往下肯定会考您 Purchases and payables 这个cycle 咱说一下这个cycle 咱说一下这cycle 插一句哈 Sales 那是打底的 对吧 就是你怎么背对的 先从这开始 它是最基础的 是模板 是吧 是即时 那考官也知道呀 所以考官说 Sales我不轻易考 但是我还得难倒你 我就考你什么 他的相反 就考你purchase 所以purchase 其实他被考中的概率 蛮高的 好了 你就知道今天这有多重要啊 接下去什么 我们就不说了 看最后一下说 下面啊 是我这个 对他内控的一部分了解 凡是有这种小标题的 您就应该很感恩 对吗 就考官特意告诉了 我下面就考的cycle stool managers are responsible for ordering books for their shop 呦 你一看 说老师讲过 一句话里说 提到什么人 干什么事 或者叫对什么负责 您就得看这level够不够 这讲谁啊 manager 干这事干什么呢 订货 嗯 可以 it is not currently possible for still managers to request a book from any of the other nine stores 意思是我这个 这个出版商下面 其实他是有很多连锁的书店 但是啊 我这一家店 如果想定 这个想卖本书 但是缺货 我能不能从别人家店 调一下货呢 叫做 it is not currently possible 您看这话说的特别 有技巧 其实暴露了线索啊 如果他就说不行 那您还得想 说这事儿 那有没有可能性 但是他如果说 not currently possible 意思是 在遥远的将来 或者说不远的将来 这事儿或许就能行 这其实再给我们一个什么线索呢 这个有可能成为一个 recommendation 改进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 说调个货这个事儿 其实是应该的 customers who wish to order books which are not in store at the branch visited 您看好了 这个visited 其实就可以代表是什么呢 说我到你的店里来 我看好了一本书 我听说你们店能有 是吧 结果一来说 不好意思刚卖完 那怎么办 autent to contact be at the stores directly 你让我一customer 自己去找别人家店 是吧 人有没有 或者跑到那去 又得多折腾呀 或者说visited company what side 或者您自己上网瞧瞧 这明显就是一种甩锅的态度 你对谁呀 你对customer甩锅呀 那你伤害了人家 人怎么着呢 一想而过 那我们从sale 那个cycle 您就知道 那loss of sale loss of revenue 进一步对客户来说 就是loss of customer get well 对吧 你怎么能就这么样对上帝呢 对吧 好 这个就是讲 这段话带来的后果 而且这件事 实际上可以通过 前一句话 讲的那个 要不咱就不同店之间 能叫货 得以改善 Is the inventory levels full in the store The store manager raises a purchase requisition form which is sent to central warehouse 好了 千呼万唤使出来 终于说到了 purchase requisition form 请购 那您看呢 什么时候请购 这里提到了一个点 那就是 inventory levels fall in the store 意思就是 我不是一看打折就买 买买买 我是说呀 我的这个存货的水平 下降到一定程度 我才触发一个要订货的点 这个是没问题的 没毛病啊 接着说 那我就请购吧 这个inventory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让你买 因为你这个店 inventory不够了 可是 你还有上家 叫什么呢 central warehouse 你现在那个中心仓库 给你看看有没有 中心仓库有好 马上发过来 if there is insufficient inventory held 言外之意 总库都没有了 那还说什么 要买吧 asply requisition form is completed and sent to the patches order club olivet for processing 好了 现在可以说 又一个人物登场了 这人你往后看 他有可能是这个男主呢 事不少 说这人哪部门的 patches department 干什么呢 专门是负责下这个patches order的 好了 您知道了 这个人 他的这个所在的部门 以及他的工作 记清楚了 记清楚了 因为一会儿还会再说到这个人 这就意味着 当你不止一次提到一个人的时候 这人还做了不止一个工作的时候 对了 这个时候 我们的考官 可能设的陷阱 就是 segregation of duties 好 咱走着瞧 he sent any orders above one thousand dollars for authorization from the purchasing directive 好 我们说呀 这个时候 提到一个词 authorization 授权 我们还说过 像这种 控制 一定一个要求 叫权 就o 那你在这儿权了吗 没呀 他说 超我一千块的 我才去审批 言外之余 我小于 甚至说等于一千块 那我这个 Clark 我这欧先生 Oliver 我欧先生自己说了算了 有 行吗 您看不成啊 因为我们的控制要求什么 哦 所以欧先生 这一条就不对 凡是不该设限 您设限了 这就不行 接着说 我们又看到一个人啊 the purchasing director 欧先生他不是没有上司的 他是上司名字的 尤其顶头上司啊 就pitching director 我们复习一下吧 说学了这么多的场景 在sales那里呢 我们可是提到过 sales director 哪个部门都不都涉及到finance 对吧 我们也提到过finance director 其实呢 在销售的时候 我们还提到过信用部门 所以呢 还有一个credited controller 好了 现在你就会发现呢 这些啊 都是有点 有头有脸的人物 叫什么 director 比他们低一点的 比如说 sales 你可以找一个叫 supervisor 对吧 你觉得这人呢 位置挺高 呦 你又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实在想不起来 哎 我们有一个通用的词 叫responsible official 好了 现在我们把主员工啊 又捋了一遍啊 好 您就知道这儿有什么毛病啊 这authorization 没毛病 但是呢 有限制这事儿 有毛病 而且提到了一个人 生怕你不记得 就欧先生 为什么后面还有事儿啊 receptive goods from suppliers processed by warehouse team 没毛病啊 对吧 就说 当你这PO一出去 PO 这个没问题 就authorization之后啊 出去 出去之后 到人家那个 supplier那儿 马上其实是人家的 sales 这个循环嘛 人家看到你的PO 那在他眼里 就是一CO 对不对 pustom order 你这CO 人家会说 哎呦 我卖你不卖你 又是那一套 是吧 inventory availability credit check 哎呦 你的credit history 怎么样 credit limit 用没用完 是吧 有新客户 我得给你进行个背景调查 来确定你的状况 哎 这就是上个课讲的 然后你就会在手机上 一直傻傻的等 终于看到 打包了 出库了 有订单号 哎呦 有一天 终于给你打电话了 说楼下 中午12点见 对吗 这个时候就receipt agreed 仓库做这事 没毛病 但是我们看仓库 怎么做的 to agree the delivery to the purchase order 哎 这是第一个 要做的事 为什么 买的太多了 记不住买过什么 拿出手机找到订单 和你现在货一对 才知道 我买了什么 所以你才能清楚 量到底对不对 是吧 product description 那东西到底是不是 还有什么呢 quality 质量 有没有问题 我们还要checking quantity quality 又往下读读读读读 哎呦 怎么您干要去找 那个product description 它就没有呢 哎 您知道吗 这漏掉的就是等您写的 同理可得 您呢 check了这些东西 您添的叫grn 所以我们回忆一下吧 当我们在sales 销售这个循环的时候 您发货的时候 也check三样 哎 哪三样 还是这些嘛 quantity quality 还有这儿丢的那个 product description 那您不光 这是确认货怎么样 那您还得再对一个单 什么单呢 sales order 那然后您才能有 那叫什么呢 叫gdn 好了 同理可得 我们这grn 对的是什么order po 对的是 也是那三样 又少一样 啊 cumlead a sequentially numbered good received notes 好了 这个grn 是一个单 只要是个单 不管是什么o啊 甚至都没有叫o的 叫d的 管它叫什么 哎 叫n的啊 叫什么 咱们都得sequentially numbered 好了 但是您凡是听到 sequentially numbered 您往往跟进一句 说下面讲没讲 讲没讲什么 sequence 这是连续的控制 这您就想着 the grn are sent to the account department every two weeks for processing 你grn呢 它肯定要拿去做账的 因为你grn下一步 是要开invoice的 请问 我们现在是什么cycle呢 pages 有invoice才用您开吗 不用 是人家这个supplier 发货的时候 要么是纸质的 放在那个包裹里 要么是电子的 比如你这边 一确认收货 夸 这电子的invoice 就到了您的手机 或者邮箱了 因此我们发现 呦 这安啊 它不是下去用来开票的 它是跟着那开的票 一起用来干嘛呢 做账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 这个purchase部门 这个cycle 跟sales cycle 它不同的地方 言外之意 你也要发票 但是下面的问题 就是every two weeks 咱是提到时间的问题了 您就得看 要么就不说 对吧 一说的话 您就得看 这间隙够不够 天呐 每两周 那可就是14天 对吗 一般来讲 我们叫immediately 就从一个步骤 到下一个步骤 对吧 immediately是什么呀 dayly 就dayly 每日 因此您看太久了 a receipt of the pitch invoice 我们看啊 这个词啊 叫pitch invoice 有的时候呢 你叫supplier's invoice anyway 你就懂得 这个发票 不是咱自己编的 是咱收到的 在sale的循环 是您编的 好了 from the supplier an account clock marches to the GRN 哟 您现在发现了 说我收一发票 我收一发票 和这GRN一对 但是每当这种时候 您就会问 我有几张GRN呢 够不够啊 相关的部门 都全不全呢 哦 以前那题叫什么 什么 多少个parts 或者多少张copy 那你如果记得的话 老师是这样讲的 叫相关人事 人手一份 对吗 你就看在这个 pitch的循环当中 哪些人会用得上它 那个就得给它背一份 那您说 这跟那个前面 不一样吗 前面可是说 老师你讲 我就记得 full copies full parts 哎 你要想想 前面发货 有一件事 那就是往外发 往外发是涉及到谁呢 对 涉及到customer 您现在干嘛 往里收吗 您这没外人 都是自己的 哎 您就能猜得到 恐怕不用四份了 三份就够 哈 好 我们继续啊 The invoice is then sent to the pitch's ordering clerk 我的天哪 是吧 哎 这发票怎么 怎么送这儿来了 是不是 All is it 这欧先生啊 who precessed it for payments 一看 这公司 人手不够 他呢 patch's order 他来处理 这发票也 搁他手里 言外之意 就指着他下一步 干嘛呢 要付款 好了 欧先生再一次出现 生怕你不知道 还是欧先生 所以两次提到了 同一个人的姓名 这就是一种 暗示考官 怕你没有注意到 多么好的考官 继续 The finance director is given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appointment list 又我是财务老总 是吧 你让我付款这钱 让我看一眼 对 这是对我尊重 当然了 主要是authorization 可是你让我看什么呢 你就让我看一total呀 which she authorizes them percessed divine appointments 说付款的时候 看total 比如你 你在餐馆 吃饭 可能你已经想不起来 你上一次什么时候了 因为你已经宅了很久 对了 然后那个服务员拿来账 大家说先生啊 您结个账 又 您一看 您就看total吗 不对呀 您肯定把自己点过什么菜 对吧 甚至要了几碗米饭 又加了几层啤酒 您都看得清清楚楚 为什么 这些呢 叫details 您绝对不会看一个total 因为total没意义 对吧 好了 所以您就知道 不能给亚 那可是往外掏钱 要慎而又慎 Due to staff storage shortages in the account department 不怪啊 刚才老让这个欧先生 干这饭呢 我们就是什么 shortages 人就是傻 supplier statement reconciliation are no longer performed 就我们知道 对于这样一个cycle supplier statement reconciliation so important 这太重要了 但是我还告诉你们 说我现在不再做了 不再核对了 言外之意 其实平时我是核对的 对吧 可是不好意思 我现在做不到 这是多么多么 明显的提示了 言外之意 这怎么能不做呢 好下面呢 我们来看答案 这道题呢 就问了你 说你来说说 有什么deficiency吧 记着 不管题里 强不强调 你要explain identify的同时 都要说 这会造成什么影响 然后你再提reconciliation 那么这道题呢 另外一个问题 问的就是 just the contrary 控制测试 我们一个个来看 第一步 deficiency 秘诀就是 抄题 抄题的秘诀 就是 超权 It is not possible for a store to order great from other local stores 这都让我们难以想象 就是 在我们这个 地界 那 从一个裤掉 到另一个裤 带的东西 是so easy的事 好了 Instead 那你不光说 你不能掉货 替这个客户 你还跟客户说 你去自己联系 这是毛病 就是说 它存在的deficiency 我们接着来看 后果就是 customers are less likely 注意啊 这词特别好用 就是当我们说 一个问题 比如说deficiency 毛病啊 缺陷啊 这种 它的后果就是 极有可能导致什么 对吧 likely most likely 不太可能 就less likely 这词 常用啊 它不太可能 去按照你说的 又我又content 这个 我又上你website 对吧 它不太可能 这么做 那你说 你怎么知道 不可能 你就把这个事 往最糟糕的方向 去想嘛 对吧 and this could result 又是常见的讨话 there is a risk this could result 等等啊 in the company losing valuable sales 好啦 如果你想不起来 这种新的讲法 你就说 可能导致 这公司什么 loss of sale loss of revenue loss of customer goodwill 这个 就是这样 对于账户的影响 以及说 对于企业 就是说 和客户之间关系 这个影响 两个都说全 in addition some goods which are slow moving in one store may be out of store I don't know that 意思就是 为什么 这个事 不光是为了顾客 还是为了我们自己 是因为啊 不同的这个store 那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你懂对吧 那 他们的这个货 消耗量是不一样 我这一书店 我在哪 我在医院旁边 你卖那些什么 怎么能长生不老的书 可能卖的特别快 但是卖儿童书 它就差 对吧 那我这个 这书店在哪 我这书店呢 在那幼儿园旁边 是吧 那儿童书可能就卖的好 所以你不同裤子之间 这种transfer啊 或者说这种调整 那真的是 对整个 overall sales 是有帮助的 所以说 这个讲的是 它另外一个事儿 你这样做 带来的危害 什么呢 就是货本身 在stores之间 会不平均 那各位同学 可能会 老师 考场上 那么紧张 我哪能想出 这么多呢 哎 没关系 人家都说了 in addition 你把主要问题 看到 次要问题 你不答 一般来说 问题不大 因为你看答案的时候 它都是另起了一行啊 所以抓住主要矛盾 但是你说 老师 万一我灵光一线 能想出来呢 那当然好了 这给考官的感觉 就是你对问题的分析 不光是基于具体的财务问题 你已经能够站在一个高点了 是吧 那这个考官也一定喜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 它是怎么发现这个deficiency的 首先从解题的角度讲 我们能感受到什么呢 就是考官说了 这个事儿不是 目前是impossible 目前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就知道 又有活口 接着 说顾客干这干哪 人能干吗 人肯定不能 那人的一生企业 你就loss of sale 对吧 还有customer 那我们说这个事儿 就只对这个sale 对customer有影响吗 不止 对你整个企业 其实也是有影响的 对吧 那我们这个就是 你怎么组织这个思路 叫做 对于账户 对于customer 还有没有对于其他的 和企业经营有关的 总体问题 An inter-branch transfer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好了 你多大的胆 对吧 你就说应该建立 为什么你能想出这样的答案呢 第一个题里有提示 叫currently 第二个 基于你的生活常识 With inter-branch inventory forms being completed to store transfer 一个货 从我这死到 到了你那死到 对吧 这是一个移动 其实说白了 就是死到之间 有点小买卖 但是我们不走钱 那到时候 每天 by the end of the day 盘点的时候 我这数量得对得上 为了保证 到时候不出毛病 我一定要有个单子 有这单子起什么名 您就根据这case当中 最有可能起什么名 就这个事 然后再加上一个表 这就是我们说 你一般来讲 起这样的名 不错 就这个东西是干什么事的 inter-branch inventory transfer 对吧 干这个事 然后这东西呢 肯定是一个表 实在不行 您考场上遇到这类问题 您就把整个这段话写上 叫inter-branch transfer form 这都可以 所以呢 你强调的是 第一 说这是什么东西 叫inter-branch 等等 接着说 它的形态要放 ok了 这个表 您新设计的表 就出来了 这个表 然后要填完 接着说 this should help those whose inventory levels are low but awaiting their deliveries from the suppliers 您光说这控制啊 往往第一个问题 它有没有第二个阶段的控制 觉得好像还没有 如果您非得说的话 您还可以说一个什么 连续编号sequence check 但是它本身就不属于量大的那种 但是呢 您可以像它这样说 它的好处是什么 这也是一种解题方式哈 那反过来讲 这个呢 也是说objective 目标是什么 也可以用它来说 那说到审计师 我该怎么去测试一项控制呢 与之相关的控制呢 during the interim audit 请注意这个措辞 意思是 向控制这些事 我要去测 如果给的10点的话 其实期中就可以 那这就是往往出现的一道题啊 期中和期末审计 有什么区别 都干什么活 我们说 最明显的就是呢 控制测试在期中做啊 所以这里面 它就是小小的显示了一下啊 它知道一个质点啊 叫期中审计 做什么啊 arrange to visit a number of stores 好了 这话特别有学问 说你们这个stall啊 可能会有这种transfer的情况 就是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我要亲自去看它 关键 好像题里说了 有一些个stall 那么除此之外的九个 言外之意有十个的 这么些stall 我去哪个呢 我说a number of 言外之意 我选了一些啊 我不是就去一个 叫a number of 好了 这句话告诉我们 有些事 您得亲自到场 叫visit 到哪一些 一般我们会说重要的那些 对吧 或者你从数量上讲 叫a number of 这都是常见的啊 就是我要去哪个库盘点啊 不能说我就去某一个 是吧 我这要去哪个库看情况 不能说是某一个啊 就是说 discuss with the store manager 您说这控制 现在成什么样 这题里没交代 而且是您给新设计的嘛 对吧 想问 想问一问啊 我想问一问 是吧 discuss with the store manager 也就是所谓的inquiry 方法就是添个表 接着说 您真的这么做了吗 你如果这么做了 您就一定有一个表 对吗 好了 你看这多少都是基于假想的吧 我要把这个表拿来看看 又来了 有那么些的表 那么些个表 您看多少呢 asample of 那您说为什么我这去访问店 我不sample 因为您一共才十个 您还sample什么呀 您就挑重要的 如果表很多的话 那我们再asample of 您看什么呢 看这张表来判断相关的控制 是否到位 有都没往下说 就主要说啊 您就看这个表就到此为止了 因为再往下说就话太多了 是吧 看有没有人签字 对吧 看这是不是连续编号啊 看有没有sequence check啊 等等 那句话多了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您这是怎么做到的 说前面讲的那个control deficiency 现在看控制测试 首先您确定 这是一项控制要测的话 而且变化不大 那就其中 接着说这项控制 您本来就不了解 它能变成什么样对吗 那您肯定得去问discuss 您要问的话 您恐怕要先到场visit 您要去哪些 a number of 一般来说再往下问 那就是去重要的那些 那您去问完之后的话 您怕它跟你讲的 不是真实的情况 对吗 那您说我去看看证据吧 什么证据呢 你这些添好了的 这些transfer 就是移交的这些表格 看多少 a sample 您看它为了看什么 您看这考官写到这都懒得写的 它就是为了看你这控制 是不是operating effectively 所以这就提示你 如果一道题 基于了n步猜想 到最后你也可以很模糊的处理 处理成什么 我看这个表 就是想确认控制 是不是运行有效 但是这种模糊处理的方法 适合于你实在没办法的时候用 你但凡能清楚的说明 我这个要测测的是什么 拜托写下来 好 那么通过这道题 我们感受到了 说一个case当中 它有什么deficiency呢 您看考官给您的话口是非常活的 说不是绝对不行 那么就有可能 接着 这个事跟您常识相比 说从别的这个store 掉个货这个事 容不容易 可能的 您生活中肯定遇到过 所以你认为 这个也是可以提出的 接着提出来这项控制 落实的时候会有什么东西在那保证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form 那么这个form的话 我们是要看的 对不对 当然具体基于这个form 它都是怎么做的控制 您不清楚 不清楚 您就去那 然后您就去inquiry 去问 好了 这就是您怎么想到一道 您似乎根本不可能想到的问题的方式 用常识 用case中给的那些暧昧的线索 然后大胆猜想 然后再把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留下证据的东西 找到 这题基本就出来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去思路 看看能不能把每一道题都破解出来 Pitches orders below $1,000 这道题又一次提醒我们 啥叫超权 说这个欧先生 欧先生是采购部的 他负责处理PO 可是欧先生后面 因为我们这公司人手少 他还负责处理invoices 意思就是前面一句话 后面一句话 您要是没写权 天哪 这分丢的真可惜 对吗 明明是抄题就能给的吗 对吧 好了 这句话再次提示我们 如果你发现一个公司 有一些战略上的要求 例如我们要冲个钻 我们要销量这个到多少 或者你发现一个公司 有薪酬上的刺激 呦员工怎么怎么样 才能拿到多少bonus 或者你发现这个公司 他有一些系统上的调整 或者你发现当我们说 一个人做一件事的时候 后面又一次提到这个人 做另外一件事的时候 都提示你 这一项deficiency 要想超权 一定是跨段去超 很重要 This could result in non-business related purchases and there is an increased fraud risk 好了 意思就是 这道话事挺多的 除了我们讲 这个segregation of duty之外呢 还有就是你用一千块 这个事来说 一千块以下不授权 但是我们得一个一个白准 先来说一千块这个事 呦 没人管 没人管想买什么买什么是吧 因为你突然觉得心情特别愉快 那您可能买的 就不是公司特别需要的 也许您不是很任性 但是您可能 这个眼光也许不够读到 也许您查的不够仔细 所以non-business related purchases 意思是您错了 不过是无心之过 为什么 没人给您authorization 第二种 您错了 但是您也有新的 increased defrauders 又你觉得 自己好像这个 比如说家里缺个包 反正一千块钱以下 那这个 可以不用审批 包之百病 我去买个包 好了 那是什么 可能是personal grades 或者personal use 说一千块以下 你说这钱多吗 不少了 您看significant 其实呢 一般来讲 当我们去判断一个case当中 比如销售收入啊 就这种特别大的 重要的账户是五千块钱 那才叫significant 但现在讲什么 讲fraud舞弊 所以他就觉得 又舞弊 哪怕一千块钱 都是老多了 老多了 好了 现在我们看到 在这个问题上 有一个共性的东西 您要背下来 今后有用 就是一项授权 如果没做 怎么叫没做呢 就低于一千块钱以下 这授权是没做的 你可以任意妄为 对吗 想买 任何你想买的 这个时候 有可能产生的 叫无心之过 买了不需要了 没关系的 或者有心之过 我为自己谋私利 这叫什么 说要的 好了 这个我们就说完了 叫这个 无authorization 是采购的 惹的货 那同样道理 无authorization 是销售惹的货 你也可以猜得到 对吧 我们前面也讲过 下面怎么拨乱反证呢 但凡说 只有到某一个程度 才用控制的答案 一定是 都要控制 OPO should be authorized 我的天哪 连考官都说不清楚 谁来做合适 对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 考官的意思是说呀 哦 请问我采购五分钱 一毛钱 对吗 你说也要 direct亲自签字吗 哎 这就不合适 对吗 所以呀 不是他不知道 谁合适 而是说 可能这个人 是不同level 不同人嘛 所以他用了 responsible official 好了 现在我们注意第一点 就是要保证 所有的PO 都要授权 注意人 是谁 是一个 嗯 可以不同层次 不同人的人 这是这么一个称位 接着 你总得详细跟我说说 到底是谁 authorized signity rat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 varying levels of which is order authorization 这句话的意思是 买一百块钱以下的东西 你找每人签字 可能是你们小组长 你说一百到一千的 可能是小组长 上面那个什么 管了好几个组的 这种科长 那再往上的 你懂了超一千的 我们说那director 他可以负责 这句话 特别明确的告诉你 叫 varying levels 有的时候 你想不起来怎么说 你也可以说 appropriate level 不同的 但是适当的 但是varying这个词 就特别明显的告诉我们 可以有不同的人 来进行授权 有好几个人都能签 那到底这个具体的时候 应该谁签呢 所以他说 你得建立这么一个 叫authorized signatories 就什么层次 什么人签名 你得有个数 这个词特别好 我们再来一遍 authorized signatories 经过授权的签字人 还不是一个 为什么不是一个 对于varying levels 不同层次 给予签名 这么长一句话 包括这字都不会写 您就记住 一定要找 appropriate level 适当level的人 来签字 这句话 就是说 这是比较文周的写法 你也知道比较low的写法 是怎么用 select a sample page 请注意 当我们说 这样的一个控制 要测试的时候 你说 哎呦 你这是什么控制 你是授权 授权必然会留下什么 签名 那我们怎么进行控制测试 我看你的签名 好了 他说 reviewful evidence of authorization 或者 reviewful evidence of signature 也是相同的意思 好了 那我们看到 由于这个PO 可能量很大 怎么办 凡是一东西 你猜它量大 你就 a sample of 什么什么 and agree this to the appropriate signature on the approved signatories list 你看我们前面不还说吗 有一堆人 都是经过授权的 这个签字人 凡是一堆 我们都可以叫它 list 凡是经过授权的 approve 批准的 这都是一个意思 好了 那我们再来一遍 说这道题强调的是 一分钱 你的采购 都要授权 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patch director 是吧 哭晕在厕所 说一分钱都要我签示了 哎 我们的办法是 variant levels 不同的这个档次 and varying authorizations 不同的授权 但是经过授权之后 它一定会有痕迹 那你怎么查呢 你就去把那痕迹找出来 reviewful evidence of bucharization 但是由于这道提议特别强调 不同level 不同人授权 所以呢 你不光要看到 有没有人签字 你还要确定 这个签字的人 就是那个对的人 怎么知道 是对的人 确认过眼神是没有用的 你得确认什么 operative signitary list 那这是哪来的呢 这是前面 你建议有了这么一个控制 所以您才发现 是吧 我的妈呀 是吧 这东西 越去设想 越多 但是您通过这一道题 您就知道了 就类似问题今后 您就按照这个框走 叫做 凡是采购 凡是销售 凡是金额可能会变化很大的 这一类事 这一类授权 要分层授权 具体这话怎么说 刚才说完了 不说 那分层授权 谁是对的人 得给个单 好了 那我们就清楚了 您再去测试的时候 您就看授权了吗 意思是签字了吗 接着人是对的吗 好了 和那单对一下 这就是又是我们 新学的一种啊 这个控制测试的方式 呢